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有一位加拿大百万健身网红 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 质疑金中国使用药物健身的影片 这位网红在影片中 晒出金中国1996年、2001年、2016年的照片后表示 金中国的身材真的是很棒 不会很夸张也很漂亮 但是考虑到金中国是45岁的男性 仅依靠自身的雄性荷尔蒙 是不可能练出这样的身材 应该是使用了荷尔蒙补充治疗法 如果有人跟我打赌100万美元 或者是用枪指着我的头问我 金中国是否使用药物 我一定会回答是的 这个内容在韩国论坛引起争议后 昨天金中国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留言 只要持续的努力跟精神力 在46岁也能有雄性荷尔蒙数值9.24 大家也可以的 这是两年前的资料 现在应该会少一点吧 看来这个可以拿出来炫耀了 原来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目前对于金中国的留言 这位海外网红并没有任何反应 金中国应该是看到了海外YouTuber 说什么使用药物了吧 不要去理他 金中国是因为药通太严重 所以为了生存每天努力的运动 全国民众都知道金中国有多努力 这管闲事也太国际化了吧 反过来看的话 身材被有名健身YouTuber认可了 所以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所以对于金中国的身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理想型是Ciao No Kang Dong Wen的女生 是什么意思 今天有位航空网友在论坛上传了一个这样的贴文 这次来了一个新职员 年纪小长得也很漂亮 因为我一直在帮他 所以感觉变得很亲近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后 在车上我问了他理想型是什么 结果他回答 那两个男人不是那种猛男的感觉 但是女人们的理想型 应该就只是个理想型吧 两个人身高都很高 是喜欢高个子的男生吗 如果真的是长这个样子的话 不会感到有负担吗 我的身高是181 会不会是不好意思说理想型是高个子的男生 所以就说了他们两个呢 一位网友在贴文底下留言 不是是连这两个人的脚趾头都赶不上的话 就不要来骚扰我的意思 我看了一下强弩的发型跟我差不多 身高也是 没有故意绕着弯说的可能性吗 绝对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是让你自生自灭的意思 反正你是绝对不可能的意思 干嘛还要一直对号入座 问了理想型 所以就回答了而已 怎么能觉得自己是那个等级呢 问理想型的话 一般会回答 身高怎么样 单眼皮 双眼皮 长发 短发什么的 能这么直接说出两个神仙 吉艺人的话 恐怕就是 别攻击我 这个意思 女性观众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很催泪的小故事 在清扫孤独死现场的时候 因为有只逝者生前养的小狗 所以就问了一下房东 这只狗要怎么办呢 放击垃圾袋里丢掉吧 反正都快不行了 放击垃圾袋里绑起来的话 应该就死了吧 瞬间怀疑我的耳朵有问题 是快不行了 不是已经不行了 怎么可以那样呢 对于房东来说 他只是一个暗眼的东西而已 专业清扫死者家的人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呢 难道要让我养他吗 主人死了 饲养的狗也是要死的 那你看着办吧 丢掉也好 自己带回去养也好 实在是忍不下心 丢掉这个小生命 所以就带回来了 因为在办公室里 已经有一只 在现场捡来的小狗了 所以突然间 就变成了两只狗的主人 第一次见到第一只狗的时候 发现他有一只眼睛受伤了 急忙带他去了宠物医院 但是兽医说了这样的话 眼球破损了 并没有外伤 应该是长时间不停地叫 眼压上升 是导致眼球破损的 等治疗后伤口好点的话 就要将眼球摘出 他是在一个 自己结束生命的 年轻人的家里被发现的 当时是有多迫切的叫了呢 这只狗因为思念 而丧失了一只眼睛 其实在孤独死现场 常常会碰到这种 送走了主人 独自留下的宠物 有一次 有一个被所有家人抛弃 独自一个人生活的 老人的孤独死现场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有一个黑黑的东西 在棉被上 原来是一只褐色的小狗 看起来已经死了 一个礼拜左右 在搬开小狗的尸体后 才发现了旁边的老人 那瘦小的遗体 这只狗是饿了二十多天后 才死在主人身旁的 孩子们抛弃了奶奶 但是这只狗忍着饥饿 直到最后也留在奶奶身边了 不是因为它是一只中犬 而是因为奶奶是它的家人 听说如果宠物 先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在主人离世的时候 它就会来迎接 所以就想象了一下 以后当独自留下来的宠物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先走的主人 就能出来迎接它们 对它们说一声 辛苦了 我爱你